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也都非常担心 明年 玛雅人 灾难的雨 说明年12月20月 萤火对齐 这是一个自然的天象 年万多年才有一次 给我们碰上了 银河系的中心 是个黑洞 很大的黑洞 引力非常强 银河的中心 当中是太阳 再是地球 排斥一条直线 产生 恒大的引力 科学家担心 是这个太空当中 太阳风暴爆发到地球 大概要三天的时间 会影响地球 但是 曾经游过一次 半个小时就到达了 那 那明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黑洞 这个引力 就麻烦了 最小的灾害 是我们太空当中 人造温新 全部 都会消失了 我们的通信 飞机的航路 航海的 都会失灵 那么最怕的是把 是怕这个 引力 影响地球的 南北极 那怕的是南北极 产生变化 那整个地球上的 气候 就产生 巨大的变化 这个影响非常大 如果 南北极 要是跑到 现在迟到 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知道 所有一些生物 生存 就不适应 寒带的动植物 它冷却热了 生物消灭 热带的这些 生物 突然冰冷了 它也消失了 这个会造成 地球上 非常大的灾难 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半一半 一半科学家 认为可能 另外一半科学家 认为不太可能 有这么两种说法 时间非常紧迫 越来越接近 我们看看明年 十二月 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可是现在 我们就今年 来看每一个月的灾难 频率 越越上升 我们知道 三四月 全球重大的灾难 大概 五十七 可是到了 八月 九月 每一个月 超过 年 百七 差不多 上升了 三倍 这不是好现象 灾难 越来越 平凡 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一桩事情 我们要注意 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如何来应对 美国布莱登 告诉我们 应对在那 他希望地球上的居民 都能够 弃卧阳山 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个道理 就是意念 可以控制 物质现象 如果真的 我们回过头来 佛法讲 断无修山 盖邪归正 那端正心念 最好的方法 就是阿弥陀佛 心里是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 这什么都没修 端正当中的端正 究竟圆满的端正 真能化解 这些高科学的 他们都认真在研究 念 意念的能量 这个能量非常非常大 地球上没有那么多人回头 我们自己回头 我们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用我们的意念 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做不到 佛菩萨 那么样的专注 专注就是定功 菩萨阿罗汉 他们定功身 那影响力很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他们 但是 那个定功身 一分 影响的范围 就大一分 只要我们 专注 我们就用 念佛这个方法 就用 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念念 都是阿弥陀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所有些杂念妄想 全部放下 现在就要开始 阿弥陀到明年 这个一年的功德 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阿弥陀佛之外 这个不是假的 对我们修学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